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事 各位還記得以前是在哪一款遊戲享受到單純的樂趣呢? 就是那種沒有強冠給你無意義的道德 單純讓你玩爽爽 我的話是Bongy做的最後一戰 絕對沒有可悲的343 以及戰爭機器3部曲 當時就是一路突突突到底 什麼都不用多想 也不用在那邊543 拿起槍殺掉所有非我族類就對了 Asmart Gold三天前發布了一部影片 標題是星際戰士2讓我想起了那些我們失去的東西 觀看數高達126萬 影片下面有一則疑似是Saber Interactive的CEO發表的留言 他說當初在開發戰錘40K,星際戰士20 只是想要一款老派的遊戲 他無法理解現今的許多遊戲 因為太複雜而且又有太多的投資者 以前在開發最後一戰時 雖然只是突突突 但突久了可是會讓人上癮 這就是我們想要給玩家的感覺 希望星際戰士2跟黑神話的問世能讓遊戲界回歸初中 讓玩家享受單純的樂趣並沉浸其中 當初在錢東加當CEO時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真的讓我想哭 因為我只看到繁瑣的遊戲機制 以及強制灌輸給玩家的道德說教 我們只是想做一款榮耀主角遊戲 會讓人心跳加速 對我來說 遊戲的本質就該如此 姑且不論Saber Interactive的CEO有沒有用這個帳戶留言 但這則留言獲得的戰術已經逼近9000個 比刺客教條暗影者的留言機器人獲得的戰術還要多 這就代表不少玩家非常認同他講的話 沒錯 戰錘40K,星際戰士2就是一款很簡單的猛男遊戲 你不知道戰錘40K的世界觀也沒關係 只要左手拿爆彈手槍 右手持鏈巨劍 然後情緒激昂的高喊為了帝皇 為了阿斯塔特修會 這樣就行了 影片最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昨天女友請我吃28歲生日大餐 給各位溫香一下 聲明